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司法机关当成敌人 政治迫害者 那么这个国家永远不可能有公正的司法 如果没有公正的司法制度跟机关 就不配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被收押的民进党人士 现在应该准备法庭上的攻防 而不是法庭外的攻防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声音 也在暗指这个马总统说 其实你现在应该准备的 不是大喊政治迫害 而是要好好解释一下 有关于连政委员所提出的报告内容 有没有部分是你应该说清楚 讲明白出来开记者会做解释的呢 好的 讲到这个法庭外的攻防 今天在自由电子报 有位叫李明良的气管顾问 他写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颇发人深省 跟各位分享 这篇文章是这样说的 他说他把过去的事情做了一个整理 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他说当年侯宽然检察官 因为马英九在当市长的时候 他把特别费汇入自己的口袋 而将马英九起诉 虽然后面法院判刑 这个马英九是无罪定验 马英九却反告了侯宽人 检察官涉嫌伪造文书 好 这个地方我想很多人 对于这个特别费案都耳熟能详 马英九把他的这个特别费呢 汇到自己的账户当中 然后他买了很多很多私人用品 还汇到美国给这个子女共 这个他们的使用 结果最后竟然没罪 这件事情就让很多大学教授 因为发票国科会的案子 上面有很多这个 比方说你本来是要买这个碳粉的 结果你集结了碳粉的很多的钱 去买了电脑 因为这样子所以被判刑 是被判刑 那么还有人呢 因为这样子就去买了私人用的东西 结果真的被判刑了 相对照之下 我想这些国立大学教授 觉得情何以堪呢 因为马英九在当院市长的时候 他汇入自己账户的钱更多 最后虽然就是无罪定验 那我们演的屠呼复复 但是重点还不在这里而已 重点在于马英九却把当初 告他的检察官 把他起诉的检察官 侯宽人呢 依伪造文书哦 马英九这个文章讲的 这个说检察官都不起诉了 马英九还申请在意 最后呢 遭到高检驳回 意思就是说他告这个检察官 伪造文书 高检驳回 马英九不死心 又向地院申请了交付审判 这一连串的司法追杀 再都没有如愿之下 最后竟然以总统的权势 最后还是要追杀 怎么追杀呢 下条子 要法务部长王清风 查办严处 那也就只有这样的 王清风部长愿意配合 然后让侯宽人检察官 被继申界处分 考激略以等 好 这篇文章上是这样写的 李宗良 他说马英九以总统高度 去追杀一个职务 跟他有天壤之别的下属 这不叫政治迫害 什么才叫做政治迫害 好 我们再来看看张宗良 这篇文章的下一页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2013年9月 马总统在签检察总长 黄世民的配合之下 以立法院长王清平 设官说之名 利用王出国为女儿 主持婚礼之计 亲自召开记者会 而掀起了政坛风暴 所谓的九月政争 然后再以党主席之尊 介入考纪会 执意要撤王金平的党籍 拔他的院长职位 逼得王院长为保党籍 而向地院申请假处分 纵使地院高院都判 马英九败诉 但是马英九仍然不死心 在上诉最高法院 这一连串的除王动作 看在人民眼里 九月政争 只不过是马总统假官说之名 行政治迫害之时罢了 好 我们再来看这位 投书的张宗良 他的另外一页的意见 好 我们来看看 他说到的是 在这十几年来 马英九从市长当到总统 任内所发生的诸多的弊案 像是富邦鱼赤燕 像是这个新电美和市 焦酒转运站 大巨蛋 顶薪政治现金 都一个一个被拿出来解释 这本来就是民主政治 必须要被检验的一个好现象 每天媒体操作的沸沸扬扬 而马英九除了 透过总统府发言 发了一些 无痛不痒的新闻稿之外 何曾面对这些弊案质疑 向人民说清楚讲明白 其实对舆论来讲 我们要听的 不是政治性的回应 不是政治性的语言 是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媒体上面 或者是检举人揭露了这一些 包括廉政委员会说的 一二三四五 每一个细节 他做了哪些事 没做哪些事情 哪些事情媒体讲错了 我觉得这才是应该 面对媒体的一个 身为总统元首高度 该做的自清的动作 好 如今呢 廉政委员会只不过是将 大巨蛋调查报告 鉴请移送法办而已 马英九就指 这是柯市府的政治迫害 那么要柯市府负集政治责任 难怪这个声明 让柯市长感觉到 啼笑皆非 好 我们把这些历史的案子 拿出来 其实我们是叫比照说 马总统 你在处理别的司法案件的时候 你是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这些司法在你身上 造成的待遇 而今天呢 碰到相似的情形的时候 你又是怎么样的 把这些话呢 回过头来讲别人 我想两相对照之下 时空虽然相隔了一段时间 但是比照起来 是格外的讽刺 玉珍你长期追踪这些新闻 包括你在跑新闻的时候 也历经这些案子 你怎么看 这些什么样性格的人 去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做这样子两种 完全不一样标准的反应呢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说 在民国82年 当上法务部长 我天天跑他新闻的马英九 到现在呢 坐在总统府里面 然后呢 再宣称自己遭到政治迫害 而且呢 干了这么多坏事 还觉得自己 非常清廉的马英九 你知道那个转变 大家如果说仔细的去看 其实他会 像刚刚我们所看到 对侯宽仁 然后对王金平的 这样一个手法 其实呢 你要追溯到 他的最原始的马英九 就是少年马英九 学生时代马英九 到做官 然后成为蒋经国先生 秘书的马英九 一直到成为这个当权的 台北市长到总统府的马英九 他经过很多很多的转变 可是呢 他有一个本性不变 大家有没有看到说 他这里头所显露的那种 那种阴险 或是那种臣府 那个就叫做职业学生时代 这化名叫做李南桥 化名叫做夜舞台时候的马英九 就是甚至呢 从宝调到艾蒙 那个时候 大家看到就是他的 在这个大巨蛋里头的 中心工程顾问董事长 他的好朋友 曹寿敏这一系列 这个在学生时代 甚至呢 从学生时代的胡定五 到我们在讲到这么多案件 甚至鼎心魏家 到现在依然拥有 所有这一切庞大势力的 这个跟他要好的马英九 就怎么来形容 你知道会做职业学生 会欺负 对 预先讲到职业学生 这些人都有一些共同的背景 就是拿中山奖学金 出去念书 然后回来呢 在什么北支清党部担任一定的要职 这些人 我们用白话文讲 没错 就是廖北啊 没错 就是廖北啊 对 所以他很会潜伏在一个团体里面 然后呢 可能在默默的观察做一些事情 可是呢 当机会到他身上的时候 他又觉得自己是非常powerful 非常有能力的人 所以才会从他要回来 金国先生身边当秘书的时候 当时有绿卡的马英九 突然他的所有的这个绿卡的资料不见了 我一直强调说 为什么当年2008年会有李庆安的这个双重国籍事件 追根究底 就是因为你马英九的绿卡去连累到李庆安 好 可是呢 我终究还是要告诉大家 我对那个欺骗社会大众 而不愿意去填这个所谓的 I什么407卡 然后呢 不愿意按照正常程序 来取信社会大众的马英九 我一直都不屑的 可是到现在 你看喔 他用政治迫害 可是侯宽仁 王金平 尤其是侯宽仁 我们在当时跑北柬 然后一路走来 你知道侯宽仁的情况很惨 他在被马英九政治迫害的这个过程当中 包括我的印象中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包括他的妻子生病离开 然后包括他被打到 被马英九打到几乎呢 不知道自己日子怎么过的时候 因为马英九的报复心态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敢起诉我 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 你知道他对于文 大家是不是觉得于文是他的所谓的替死鬼 对不对 是他的什么 就是说出了事情之后 于文去帮他背这个黑锅 可是大家知道吗 当于文要去坐牢的时候 律师提醒马英九说于文下个礼拜要去坐牢了 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你知道他是什么态度 他是什么心态 我敢这样子讲就是 我有直接的证据 而且这个消息跟这个心态 我最在乎的是这个心态 他说于文把我害成这样 我为什么要去看他 就后来是马妈妈拿着十万块去于文家 这件事情千真万确 这是什么心态的马英九 所以他会认为说 我当然高高在上 于文也是害我的人 于文没有替我背下什么 立下什么汉马功劳 他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你会看到他对侯宽人 甚至到现在 我今天看到说 王金平参选 这个马英九超不爽 他凭什么不爽 他现在是国民党内 我知道他的心态 他的心态是说 你看以前的李登辉 当了中华民国总统之后 搞了这副德信 搞了台湾国民党猖獗 所以如果王金平出来的话 那他的中毒箭筒 他的九二共四这些问题 他就会被改变了 所以他的穆字名 他的所谓的历史定位 就会被改变 我跟你说 其实马英九 这样的职业学生背景的人 我用台湾话的讲法 那个叫机场鸟肚 你知道吗 鸡当鸟肚 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他觉得说 王金平你要想出来 怎么可能 你这个屁事密谈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官说的人 我怎么可能让你出来 所以你这个时候去看 其实你现在看国民党的可悲 可悲在于说 王金平觉得自己是一个 这个可以做事 他到现在为止 他都还没有松口 可是为什么你还要被马英九这样压着 王金平可怜啊 真的是可怜 那另外一个 从北京回来 从前年想要这个直接 直接跳脱这个新北市长 然后职攻2016的朱立伦 我们来看这几个所谓的 国民党的 这几位所谓明星级的人 朱立伦一年半 就是两年前 他当时为了连直跨2016 他本来不想写新北市 是谁去做这个决定的 我记得当时 包括金普聪都出面了 说如果你不想连任新北市长的话 接任人选不用你来操心 对不对 所以他手上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逼迫朱立伦坐在这个位置上 今天你去了北京 去了朱席会 在朱席会之前 他还要展示一下 去个陆委会 开个记者会说 重申九二共识 结果现在一个两岸一中之后 他竟然会让大家觉得说 朱立伦是传递我的意思 所以我要重申九二共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害怕自己所谓的中毒舰统 就是他的父亲马赫林的中毒舰统的 这样一个历史定位会被取代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说 中华民国可悲 可悲在于说 七年多前一个拥有绿卡 一个美国绿卡跟香港出身 他随时离开台湾 随时第一分钟下了飞机 到了香港的机场 就具备了香港公民身份 香港公民身份是什么身份 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 这样的人现在在高喊政治迫害 他是拥有高度的政治保护的人 他可以有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保护的人 从台北市长到中华民国的总统 这几年这16年的时间 你做了这么多的坏事 你从富邦跟台北银行的合并 然后从交九从美和事 从所有的连三创这种BOT案 你都有影子告诉李树德说 要盖一个顶不能超过10亿 连这种事情你都插手 结果现在你高喊政治迫害 然后尤其是叫这一堆娘子军 出来护航的时候 我更受不了 柯P跟蔡明忠 还有跟佟子贤见面 他顶多是要回什么 要回你们合约乱搞 胡搞瞎搞的东西 合约的第九章说 如果你营运的话 那个叫乙方台北文创 你乙方的营运 要有千分之零点五 作为权利金对不对 结果你成品跟富邦你作弊 你竟然搞一个丙方 搞一个十几十几十二亿营收的丙方 我只是把你这十二亿的丙方的千分之零点 千分之五拿回来嘛 这叫六百万嘛 而且呢我还要告诉你们说 你们呢在合约上明明就有所谓的 三十五%的这个附属建物嘛 你们不应该把所有的东西 办公室也文创 旅馆也文创 我做科台北市 我做市长 我只是把这些事情该做的做出来 结果呢 你们就打成P4密谈 马英九的跟跟这个赵滕雄的P4密谈 马英九跟林荣贤这些人的事情 马英九跟这个蔡明忠 在台北富邦银行的P4密谈 密4不是P4 密4损失了多少 不是啦是P4密谈然后密谈P4 我告诉你他损失了上千亿 那今天科匹只是说OK 我把合约拿来看 对啦不能够事先移转 可是呢大家聊聊嘛 至少你把钱先付了再说嘛 那这样子被你们打成什么 打成这个什么P4密谈 然后找了一堆人在围剿 这什么政治啊 最会政治迫害的就是你马英九了 对嘉宾其实我们就想到 因为我想这提到政治迫害 这四个字其实蛮敏感的 我们在台大的时候 台大就有这种学生 专门就是职业学生嘛 从决明学会开始 就是进台大就吸收一群呢 这个就是长得白白晶晶自尊羌员 大概就是长得像马英九这样的学生 然后就入党 入党以后他们干嘛呢 他们就是负责聚会 然后觉得自己是精英 开始管或是观察你周边台大学生 然后写一些报告 对 然后我们到美国去念书呢 就又碰到这群学生 他们领了中山奖学金 对 然后在校园里面呢 就专门写日记 然后一个礼拜就要呈台北市 就回到国民党执行党部 说这个张某某同学 李某某同学 在校园里面办了什么活动 然后拍照片 然后讲了什么话 然后这些东西呢 这些人很多人后来回到台湾以后 就去干部长 然后去干这些人 然后当到总统 那这就是政治迫害的始作俑者 今天竟然大剌剌在台湾 说他们遭到政治迫害 这个时空的反差 这个讽刺泛逢 让人家觉得不知精细是何系 我都还很担心他说 他们现在遭逢什么白色恐怖 刚刚我们彭皮提到 当年台大的这个知青党部 大家可以知道 在三十年前那个时空背景 学校的校长 训导长 有多可笑的说法吗 那时候台大的学生 不是国民党籍的要求 要把国民党的知青党部 要迁出学校 学校没有否认 那时候他们的知青党部 就设在我们行政大楼的三楼 那结果学生去抗议的时候 学校的主管官员怎么说呢 他说因为本校很多同学 都是有国民党的身份 为了服务这些同学 我们要行政大楼上面 设一个知青党部服务他 这下子听了 马上有个同学就起来了 他说报告叫训导长 我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可不可以在校长这旁边设个佛堂 让我每天参拜 我说逻辑就是这样纠缠不清 这些当时有特权的人 想尽特权 当时有权力迫害别人 现在我们的政治越来越民主 越来越常规 那当现在大家用常规的法律 常规的程序来要求他说明的时候呢 他却说这是政治迫害 刚刚啊玉珍提到台记是有的 说假短八道 假短八道 假短八道 其实台记在说了 一个人像心肝有多大大 八道就要看了 意思说如果你企图性很大的人 你应该胸怀大志 你应该是心胸宽广嘛 但反过来放在这个马先生身上呢 他不然是假短 假短了 假短了 他是心肝很大地 北斗非常短了 怎么说呢 因为他心肝很大地 他想要做越大越大的官 什么机会都不放过 但是心胸非常狭隘 什么人都不放过 什么机会都不放过 什么都不放过的人呢 现在就是我们的中华民国的总统 所以我们从他现在来批评 这个柯壁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这个柯市长 我们联委在这里嘛 这个我所知道 我在地方政府服务过 其实呢 他刚刚提到他对侯宽人呢 用透过首长的压力 施压给法务部长 施压来对他的属下 进行这个考基的一个申戒 考基打一等 其实呢 公务人呈戒法 或公务人呈戒法 其实现任的机关首长 可以对曾经在本机关任职的 公务人员 广义的公务员 可以移请他现在的服务机关 对他进行惩戒 那现在呢 我们联委会是很客气 只是说 你要不要来说明一下 对不对 还是建议移送法务部 那如果这个答案 移送法务部的时候 真的很可笑 要请当年的台北市长 就你任内的这些问题 请你来陈述意见 必要的时候呢 移请了嘛 总统府惩戒一下 那天啊 就可笑了 总统要被人家移送惩戒 因为某个程度来讲台北市长是广义的文官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呢 说政治迫害 其实我们只是依法办事 按照现在规矩办而已 文秀哥 政治迫害 这个 我想最有名的政治迫害 应该属于新票案 对不对 你有听过宋楚瑜主席提到这四个字吗 没有 没有 该上法院就上法院 偶尔在私底下跟我们抱怨抱怨 就这样而已啊 昨天我们听到那段录音 就是民国97年11月大概12号还是7号 马前总统 马总统不是马前总统 马前市长 马总统 快点 让大家高兴一下 快点 陈总统 马总统接受这个 唐夏龙这个访问的时候 他讲 他说 他说我怎么可能 这个像陈水扁的 刚收押吧 陈水扁的政治迫害 那简直笑话 就算你看我的贪污案 他说他贪污案 被当时被起诉 我也没说过这四个字 那说这四个字就残害司法 他当时这样讲 对 今天怎么会这样子 而且他是中华民国最有权力的人现在 只有他破碍别人 谁敢破碍他 所以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真的事情大条了 不过必须对刚才那个 加尔登 加尔登加尔登 做一些 做一些辅政 做一些旁政 小弟子正好可以做旁政的 我选立委两次 辅选谢国梁一次 都第一名 叫基隆德第一名 为什么 因为可能因为亲民党关系 可能因为地方有实力的关系 可是正好隔一年 2005年 马英九就当国民党党主席了 整个国民党气氛就不一样了 我要选的时候 当时都已经有默契说那是不是当刘文雄选 其实我们这样讲是不应该 可是当时是在地方是有这种默契 没有马英九都不行 就是非选不可 每一场一定到 甚至于投票那天上午 还带着那个 那时候那个市长去投票 然后先前讲过这种话 如果不过半的话 如果我不过半的话 那我这个党主席不干了 结果那次国民党就过半了 当然那时候马英九现象 他简直损 这个所望披靡 第二年这位市长没想到 对不起往生了 很遗憾 他叫玛丽兄弟当时 他往生以后 那总轮到我了吧 这讲有点不好意思 不行 就叫了当时的秘书长叫吴敦毅 非要把玛丽兄干掉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个性 他的智力也不行 体力也不行 但他的记忆力很好 谁骂过他 所以跪节目小心一点 真的 骂过他的人他永远记得 没有 我要生在哪 生在哪 那最后我必须说 就像绿卡 绿卡并没有错 我家里 我弟弟也有绿卡 我那个侄子的绿卡 绿卡有罪吗 没有罪 诚实才是问题 说谎才是有罪 对 我跟你讲 我们有时候在想说 不应该那个罪及其辱 但是我们可以请马英九总统 告诉我们一下 你家里的人除了你以外 现在还有没有 女儿不要讲了 还有没有人是美国籍的 应该都是吧 都是 可不可以请周美军 你是出来救救马英九 说你不是美国籍 你没有绿卡 怎么全世界最大笑话 中华民国总统他家的人 除了他以外 全部都有美国籍 这不是大笑话吗 他应该也要有才占 而且他要准香港公民 所以我在想说 这种说谎 然后第二讲他恶劣 我想讲两个故事 我们的经验 都从生活来的 我当个宪兵的 虽然我是全国最高的宪兵的 对 有一次不是有一个铁卫队在总统府 不是 对 对不对 然后后来总统就到南部去了 当然在他身边 围在他身边也都是宪兵了 结果有一天他就讲 没有多久他说 那个血到底 擦了没有洗了没有 总统怎么关心这个事情 然后他很快就接说 这个来宾来的话不好看 好冷血 你应该说那个部队 现在那个兵的那一班 那一排那一连的人 心情贫富了没有 家属的心情贫富没有 有没有做心理辅导 那后续事情怎么做 没有 他不管人的 第二个 胡中信讲 因为我现在讲的话 总统要负责 胡中信在两年前就开始讲 讲了 我不数十次 他说马英九当总统以后 还找他姐姐妹妹说 妈妈那个抚养费 我们分一下 就当总统了 你特别费都还拿去报账 就捡自己的税 这个钱你还省什么 这就是个性 可是我们今天目的是要骂马英九 不是嘛 不是 我们只是说国民党没有反省的 这个 而且马英九说实话 再讲一下马英九 这算属于我的专业一部分 你的好朋友 对 你知道马英九过去跟着王小波 对不对 然后跟着这群大哥 南方硕 南方硕他们不是讲说 他跟着我们抽烟喝高粮 对不对 什么原因 当年的马英九 的确热血青年 他是反对那种专制 反对那种独裁 所以他是这样的 结果没想到就变成你嘴巴里面说的 廖北亚 不是你说的 事实就是这样 法院认证 他是廖北亚 原来他是借壳上市 后来更严重了 回台湾以后 还骗了马 这个蒋敬国先生 对不对 绿卡的事情 然后又一路骗了 骗了骗总统 骗全中华民国的人 对不对 所以我是说 要讲马英九的事情 庆祝难输了 这个家伙 我说实话 借和上市 现在还在行过去 他最讨历的叫独裁 他现在是不是独裁 百分之一百万的独裁 好 我们进段广告 好像还没骂完 没问题 你中华民国总统 你怎么会讲什么 政治迫害 谁有权力破坏一个 最有权力的 中华民国总统 同样的 我们还记得那个谁 好龙斌 任何人都可以 指责科皮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你是一个现任的台北市长 大家都可以来检验你 对不起 你好龙斌也没有资格 这些烂摊子 全部是你们两个人捅出来的 哦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